为了制造出能拯救地球的上帝粒子 科学家们在国际空间站建造了谢帕德粒子对撞机 一旦粒子对撞成功 人类就将获得永不枯竭的能源 然而令所有人恐惧的是 实验虽然成功了 但地球却在一阵耀眼的光芒过后消失在了宇宙之中 这是在不久后的未来 突然爆发的能源危机让人类陷入了绝境 整个地球的资源将在五年内彻底耗尽 不得已之下 人类只能举全球之力在空间站建造了超大型的粒子对撞机 试图以此来找到上帝粒子中的永恒能量 此次实验由七个国家的科学家们共同参与 然而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实验却依旧毫无进展 更糟糕的是 空间站剩余的能量只够他们进行最后的三次尝试 可就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新一轮的实验时 地球传来的采访报道中 一名科幻作家却发来了警告 他认为多次的粒子对撞很有可能会打开平行宇宙 进而导致多个空间维度发生碰撞 到时候就会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 但八十亿人类的生死存亡 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作家而停止 科学家们完全没有理会 而是直接将定位陀螺仪放进了装置 接着用密钥启动了电源 随着队长的一声令下 新一轮的对撞实验开始了 只是一瞬间 两股来回对撞的粒子流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整个空间站都在剧烈地抖动着 工程师小张紧张地盯着仪表盘 直到上面显示对撞成功时 所有人都还是难以置信 然而众人脸上的笑容还没持续两秒 对撞机就莫名失去了动力 系统也在这时发出了过载的情况 紧接着一阵剧烈的爆炸起来 窗外闪过一道耀光的同时 空间站内的引力也随即发生了颠倒 接着又迅速恢复了正常 这时系统又显示对撞机着火了 好不容易通过冷银器控制了火时 众人刚想要坐下来喘口气 却不知道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先是负责通讯的艾娃 发现空间站与地球的联系中断 他还试图重启通讯设备 但让他更惊恐的是 他竟然找不到地球了 众人见状赶紧打开了外部摄像头 可不管切换到任何角度 都看不到地球的影子 绝望和恐惧在这一瞬间 彻底的蔓延开来 还是队长最先冷静下来 他推测地球应该还在 只是空间站的定位系统出了问题 毛泽哥和艾娃第一时间 就去检查定位陀罗尹 可让两人震惊的是 陀罗尹静也离奇消失了 还没等两人回过神 空间站内又突然传出了一阵惨叫 所有人都被这诡异的动静吸引 好不容易找到生源处 他们又震惊地发现 惨叫竟是从舱壁内传出来的 可等众人将舱壁拆开后 眼前的一幕却让所有人不含而立 只见里面困着一个陌生的金发女人 并且她的身体还被无数的线揽贯穿 更诡异的是她竟然认识艾娃 来不及惊讶 众人赶忙先将她从舱壁内解救了出来 又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抢救 女人最终还是活了下来 然而噩梦却还在继续 先是毛泽哥惊恐地发现 她的右眼球似乎有独立的想法 神经也变得恍惚了起来 并开始对着镜子自言自语 接着她又拿起武器找到了物理学家 言之早早地表示 就是她破坏了对撞机 可就当她即将扣下扳机时 她却突然口吐白沫直接暴毙身亡了 紧接着 醒来后的陌生女人又直接找到了艾娃 她准确无误地说出了空间站内所有人的名字 却唯独不认识工程师小张 因为她告诉艾娃 她才是这里唯一的工程师 可听到艾娃说所有人都不认识她时 女人直接崩溃了 艾娃刚想上前安慰 谁料女人紧接着又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将信将疑的队长 试着检查了物理学家的通讯日子 竟真的发现她一直在用加密信号联系外界 二话没说 队长抓住一脸懵逼的她就是一顿胖走 并直接把她囚禁了起来 与此同时 空间站的维修师在修理仓壁时 手臂突然就被吸进了仓板内 她刚想拔出来 谁料仓板越吸越紧 并且还在变换着位置 听到动静赶来的队长和艾娃急忙上前帮忙 这才将她拖了出来 可下一秒两人就傻眼了 维修师的手臂竟直接断在了仓板内 但诡异的是竟没有一丝鲜血流出 并且她自己也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 就在众人对着超脱场里的一幕毫无头绪时 关押物理学家的舱门突然打开了 她还以为是误会解除了 可她刚走出来 眼前的一幕就差点将她吓尿 她第一时间就向队友呼救 众人匆忙赶到后 只见一只活蹦乱跳的胳膊 竟在地上艰难地蠕动着 等到众人将这该死的胳膊困在容器内时 物理学家突然想到了什么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粒子对撞后发生的 这就意味着之前作家说的悖论是真实存在的 他们的实验撕开了时空膜 导致两个重叠的平行世界开始争夺同一个空间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空间这样会多出了一个陌生女人 她的通讯日志又为何会有那些加密通讯 这时 众人又看到手臂做出了写字的动作 他们赶紧递了支笔进去 然而他写出的字竟是让他们切开毛子哥的尸体 没办法 众人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结果竟真的在他肚子里掏出了消失的陀螺椅 等到陀螺椅复位后 他们赶紧定位飞船的位置 这才明白原来地球并没有消失 而是他们的空间站上下颠倒 位移到了太阳的另一侧 众人悬着的心总算能够放下了 艾娃第一时间就调整通讯设备 成功接收到了地球的信号 可现实却再次狠狠给了他们一巴掌 网播里报道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持续14个月了 并且他们所在的空间站在几天前也已经坠毁了 其中的科学家们六人遇难一人失踪 物理学家这才意识到 他们已经穿越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 而想要重新回到原本的世界 他们就必须得再次启动粒子对撞机 但前提是能修复好之前受损的地方 可就在张公刚将通风系统修好时 却没注意到冷凝系统又出现了故障 大量的冷凝水倒灌进了舱室 而且舱门还打不开了 其他人听到动静急忙赶来救援 却还是晚了一步 空间站的外壁由于压力差的关系发生了破损 张公也在一瞬间在饥寒之下被冻成了冰雕 众人彻底陷入了绝望之中 因为没了工程师 就代表着他们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这时 艾娃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金发女人 她刚好是这个时空下对撞机的工程师 完全可以接替张公的工作 然而金发女人也有条件 那就是如果她成功启动了对撞机 她需要他们对撞实验的所有数据 以及一艘帮助她返回她所在地球的逃生舱 为了能够回家 众人答应了她的条件 可就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做着准备工作时 意外却再次发生了 维修师所在的氧气舱的磁场突然就紊乱了起来 只是一瞬间 所有的金属都被吸附到了舱壁上 她赶紧解开了安全绳 可正当她那闷失 却没注意到身后修复设备的磁流体正缓缓地朝她起来 在一声惨叫过后 她就已经被磁流体紧紧缠在了舱壁上 墙上的氧气罐在这时也被磁场吸引 剧烈的爆炸在一瞬间就摧毁了整个舱室 维修师也就此领了盒饭 索性最关键的主舱并未受损 但金发女人通过检查 却发现空间站的尾部发生了严重偏移 一旦偏移超过25度 整个空间站都会被撕成碎片 眼下能做的只有将整个尾部分离才行 于是队长赶紧叫上艾娃和医生一起行动 三人艰难地穿过破损的通道 好不容易来到了尾部圆环 可队长却发现圆环被卡住了 眼下只有关闭舱门才能开启液压系统 于是她转身就将艾娃和医生骗到舱室外 而她自己则留在了里面 最终 尾部圆环成功分离的同时 队长也随之一起飘向了茫茫宇宙 剩下的几人没时间悲伤 立马就准备重启对撞机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还是出现了 金发女人突然从背包内拿出了手枪 接着又趁其不备一拳将艾娃打晕 等艾娃清醒了过来 就看到她正拿着枪朝着另外的队友逼近 原来她知道她所在的地球爆发了世界大战 而仅靠他们为数不多的资源 是不足以再重建一台对撞机的 为了拯救她所在的世界 她必须得将这台对撞机留下来 所以等艾娃急匆匆地赶来时 医生就已经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接着物理学家也没能幸免 然而她却趁着女人的注意力被赶来的艾娃吸引时 一把抓起地上的扳手就直接抡了过去 但本就受伤的她依旧不是女人的对手 只能不甘地再次倒了下去 接着女人又追杀起了艾娃 两人随即就扭打在了一起 艾娃这时灵机一动 顺势一枪击碎了窗户 剧烈的压力差 直接就将毫无准备的女人吸附到了玻璃上 眼看玻璃的裂痕正在迅速扩大 艾娃赶紧逃出了舱室 而女人则在不甘的怒吼中被抛向了远方 紧接着 她又迅速给侥幸捡回一命的物理学家 取出了体内的子弹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两人果断地插入密钥 终于再次成功将对撞机重启 当一切尘埃落定后 那颗美丽又熟悉的蓝色星球终于出现在了眼前 两人终于成功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艾娃第一时间就联系上了地球 并将空间站内发生的所有事情传了回去 而物理学家则紧张地注视着屏幕 直到看到对撞机彻底地稳定了下来 这意味着他们真的找到了传说中的上帝粒子 人类也即将获得永不枯竭的能源 可坐上返回舱的两人并不清楚 此时的地球上正在经历着更加绝望的灾难 就当返回舱一路划过大气层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